表格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刚刚做出来的话 把我们99乘法表的概念加进来就OK了 第一个就 table 所以你里面的话 第一个你要原是吗 里面一定要 table 的宽度 那框线要给它 另外一个 tr 然后一个 td td 里面的话就先放什么 先放一个栏位名称 所以先 print 一个 然后底下的话再一个 tr 然后再一个 td 两个 td 然后等等的 后面其实都一样 那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一样 我们把刚刚的程式 主要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那主要改哪些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就是改这个 改这个 后面的话我把它 第一个也是一样跟98一样 先串一个 table 然后再串一个栏位名称 再串一个什么 for rule in cursor 在 cursor 里面的东西 我一样用 format 把这两个放到这里面来就可以了 我的规则是 反正它一定会有个 tr 然后有一个结束的 tr 就一列 一列 一列就放两个资料 一列就放两个资料 最后结束这个 table 这样就 ok 了 所以这边大概 本来是 print 这样的 把这个删掉好了 这个不用 ok 好 这样就 ok 了 所以把它 print 出来我们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 就看到的结果就讲这样 至于你要把这个表格做得漂亮一些 请各位自己再参考一下 那个相关的标签的相关设定 ok 你可以做得很漂亮没问题 所以如果你里面有资料 就可以把它查出来 查出来就放着一个表格就好了 只是说像你们的购物车这样 他买了几个东西一样 把他怎么 把他弄出来 如果他有图的话 你就是再把那个图的连接放过来就好了 其实道理差不多了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中间再加一些其他的标签 其他的元素进来 这应该就 ok 了 好 那这个是有关查询的 所以刚刚第一个我们是新增 新增完之后呢 让他什么 查出结果 再来的话我要删除 还有修改 删除跟修改前面都有讲过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而且我觉得大家已经慢慢习惯 我那个上面的东西了 所以已经很会贴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第一个先贴什么 贴这个样板有没有 所以我应该写一个什么 写一样做step 步骤的话 应该step 1 好了 所以其实我甚至可以把这个拿来写 写一本书了 就是实际上就拿这个step 1 step 2 step 3 所以你会发现 反正不外乌就是一个样板 把这个贴过去 不外乌就是view view的话 一个这一个是把那个表单叫出来 那底下的话是要删掉哪一笔记录 OK 然后再来URL一定要两个路径 第一个是一个form 所以基本上的话 而且最好这边再加钱的符号 不然这个好像没有加钱的符号 如果你后面没有加那个反斜线 它会出错 应该加什么 加在 就照前面的方法加 把它再加一个钱的符号 加在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加这个 我印象中好像 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小错误 所以这个再把它签的符号加上去 比较保险 确定说这个结束掉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个路径 删除我们试试看 假设我又再增加一个删除的表单 删除表单有没有叫出来 删除 it is there OK enter 好它就出来了 那名字叫什么 你要删谁 我要删AAA好了 有没有AAA 如果有的话就帮我删掉 错了 哪里错了 read the rate OK就刚刚同学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把它input进来 这个要input 这要input 它其实就是放在哪里 其实这个错 就是刚刚这边有read the rate 实际上为什么 input 其实它其实就是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jungle底下一个叫什么 showcast里面 然后我们有input render 但是没有input read the rate 所以很简单 你刚才放个信号算了 把它input全部 这个好像在java里面也是一样的写法 有没有 所以OK 再鲁法靠释一下 把它save一下 这样子呢 让它在read the rate看看 OK 送出 删掉了 OK了 没有问题了 再来后面还要修改 修改因为跟删除做法差不多 所以请各位自行再把修改入份完成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记得把那个short card入份 就是自己再input一下 �用 作词